最近内地流传一份 亚洲最丑明星排行榜 陈奕迅、杨密都榜上有名 想不到就连高大型仔的Peter何润东都排第二 仅次于吴莫愁 搞到Peter的粉丝非常生气 Peter那天在北京出席新剧记者会的时候 就松容回应 一点都不介意 其实 对啊 为什么不是第一呢 至少可以留下一个第一名 先别说是最丑或最差 至少有一个第一名 我在亚洲留下了自己的地位了 留下痕迹了 对 亚洲什么奖我没拿过 但至少我这个可以拿到第二名 也算是一个荣耀吧 不会啊 我觉得还好啊 对啊 反正每一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 那你觉得吴莫愁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 他长得非常有个性 你知道 但我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长相其实我觉得最好的 因为呢 有自己的特点嘛 对啊 那如果 这个人他很漂亮 或者是很帅 帅到 跟其他的帅哥或美女一样的话 那就没有印象点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一二名还是我跟他是有道理的 Peter对自己充满信心 当然不需要在意这些报道了 只不过Peter新剧的一班好拍档 就为他抱不平了 我觉得他挺帅的呀 就是 首先他的名字叫南神 然后他又是南神中最暖男的一个 我觉得 Peter他是一个很帅的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 我是现在第一次听到 我第一次听到 对 我觉得我很替他报告 我觉得不应该 杨密和刘海威是巴厘岛缘分 虽然袁珊珊因为工作关系 未能亲眼见证好姐妹出嫁 但他都相当让杨密开心呀 我觉得他们的婚礼可能考虑到朋友们 因为都在剧组拍戏 都过去的话 就很多剧组都会有困扰 所以亲朋好友都没有请过去 但是我觉得不管我们在哪里 祝福都在 你昨天有发出的能行过去的话 对 受到喜糖的时候就已经发了 都还没有见到他 我觉得这个得当面给